乾隆朴实无华的一天是怎么度过的,凌晨四点开始洗漱,早上十点批阅百官奏折,晚上七点翻嫔妃牌子歇息。 他这一天还干了哪些事情呢?乾隆是中国历史上最出名的皇帝之一,在大众的幻想里,他每天不是忙着下江南享受生活,就是对国家大事做出决断。 然而总之,乾隆的生活肯定充实且精彩,然而呢,清朝对帝王的日常起居有着严苛的规定,即使乾隆坐拥天下,也不能按着自己的性子来,他必须严格遵守古训。 那么,这位皇帝真实的一天是什么样的呢? 诸位抗官老爷,随笔者一起回到乾隆三十年,正月初八这一天,偌大的皇宫被一片漆黑笼罩。 肯定有抗官老爷要问了,这皇宫里边不点灯吗? 实际上,清朝皇室有规定,在凌晨三点之前,整个紫禁城除了景运、隆宗二门之外,其余地方呢,不允许点灯。 这是从明朝便传下来的规矩,目的是方便皇帝的亲信借着夜色去办些隐秘的事。 凌晨四点左右,天边呢显现一抹亮光, 住在养心殿的乾隆传出些许响动,这说明他要起床了。 此时俯使他的宫女太监聚集到正殿门口,随着总管太监一声令下,所有人立马跪在地上请安。 同一时刻,乾隆走出殿门,乾隆洗漱后前往童雨轩,这是他吃的第一顿饭的地方。 负责童雨轩的太监早就摆上了三张方桌,高点小菜应有尽有。 其实呢,乾隆只吃正中方桌上的食物,剩下两桌被称为鹅食,是皇帝要赏赐下人的食物。 这些下人可不是宫女太监,而是王公贵族后宫嫔妃。 他们接受皇帝的鹅食,必定跪在地上叩谢皇恩。 等乾隆用完早上后,时间还不到五点,他需要去昆宁宫祭祀。 这里是满族神明所在之地,昆宁宫中皇后准备好了一切。 在这里,夫妻二人要祭祀名为佛多妈妈的满族神明。 所谓的佛多妈妈,汉意过来是柳叶祖母,也就是生殖神,柳叶神,祖先神。 这位佛多妈妈呢,可以赐福众人,属于满族的保护神。 在乾隆来之前,皇后将祭祀已经基本完成,乾隆只需要为大臣们分发祭祀完毕的做肉,也就是祭祀时共生的肉即可。 这个仪式会长达一个时辰的时间。 时间来到快七点的时候,乾隆来到乾清宫,这里是皇室内荡的资料馆, 存放置自清朝太祖努尔哈赤起家到雍正王朝的全部资料。 这也是乾隆每天早朝前必须要到的一个地方。 在这里,他要读祖先们立下的圣训,学习他们的治国之道, 借此,对自己治理国家的策略做优化处理。 一个小时之后,乾隆皇帝来到了仲华宫,他在这里呢,要追思一个女人。 乾隆一生最爱的女人是谁呢? 答案就是傅察皇后。 傅察是雍正指婚给乾隆的,两人感情尤为甚厚,奈何红颜薄命。 傅察在乾隆十三年病逝,乾隆悲痛不已,每一天呢,都会抽出一个时间到崇华宫追思。 他将自己和傅察居住的场所原样封存,还将其出价时的嫁妆等重要之物存放大柜中, 足以说明他对这位皇后的深情。 时间来到十点左右,皇帝终于要真正工作了。 这个时候呢,他一般会摆家养心殿,了解国事。 首先他会翻看由全国各地大小官员送来的奏折,内容是全国最近发生的重要事件。 这一类的奏折很形式化,基本上呢,看不到任何坏的消息。 乾隆草草翻看,接着会打开密折。 所谓的密折,也就是大臣们明面上不好说,暗地里告的密。 而后呢,他会翻阅满文密折。 这是一种比密折还机密的上奏方式。 清朝是满族统治者建立的,自他建国开始,满汉之间便存在一定的差别。 相比汉人官员,满族皇帝们明显更信任满族,会把很多机密钥匙交于满族。 比如,边疆战士等都有八旗官员去处理,他们与皇帝交谈会全部采用满文。 有时呢,皇帝为了彰显对汉族官员的信任,也会让他们上满文密折。 比如,雍正在位期间便会让年庚瑶递满文密折。 在这一天里,乾隆最重要的事情是处理各种密折。 工作基本上要忙碌到下午一点,而后呢,他就要开始召见王公大臣议会了。 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,清朝没有早朝制度, 军国要是不会公开在朝会上讨论。 遇到事情时,皇帝会传找专门官员前来商讨。 乾隆首先要见的是各地的官员,他在登上皇位后, 为了加强对地方官员的控制,要求全国各地官员就算是小小的一个支线, 都要定期到京城汇报工作情况。 乾隆在位期间,每一天都会有不同的官员进京,向他汇报当地情况。 这也使得乾隆牢牢掌控全国所有地区的信息,他的皇权也更为巩固。 时间来到下午四点钟,乾隆开始晚面,什么是晚面呢? 实际上是乾隆发明的一种会面方式, 他会单独召见军机大臣,商讨重大国事。 这是清朝最高级别的秘密会谈,如果不是皇帝所信赖的亲信, 根本没有可能参加。 下午五点的乾隆会做些什么事情呢? 他一天的生活又是怎么样的呢? 乾隆和亲信们商讨完国家大事之后,终于可以松口气休息一下了。 这个时间段的乾隆会去养心殿的西边, 属于他一个人的文物库房三西堂。 里面摆放着各式各样的文物,光是书画作品就有一万两千五百多件, 比如王羁之的快学铁,王献之的中秋铁, 皇宫旺的复春山居图等。 每天呢,乾隆到观摩这些文物真迹, 偶尔还会提诗理说,为文物加盖自己的印席。 乾隆基本上会把玩六七件古董,或者观摩八九幅书画作品。 很多著名诗画都被他的印席填满, 只有复春山居图幸免于难。 这是为什么呢? 乾隆健保水平不佳, 他以为复春山居图当赝品才没了盖章的兴致。 由于三西堂是乾隆最为重要的休息场所, 里面的各种文物更是价值连城。 因此,乾隆对这里非常重视, 曾亲自下令, 三西堂的一草一木不许一栋分毫, 为此,他还特意将几根杂草放在桌上, 谁敢动一下, 无论什么原因全斩首处理。 后来, 清朝灭亡, 大清最后一位皇帝溥仪离开皇宫, 三西堂的桌子上依然摆放着一个精美的景泰兰宝瓶, 若是把他瓶口翻转过来, 里面的树根杂草会全部落在地上, 这些呢都是乾隆留下的, 在他死后, 他的后代没人敢移动半分, 由此可见, 清朝后辈对乾隆的敬仰之心。 时间来到晚上八点, 乾隆要准备休息了, 在一个小时之前, 便有太监供着背, 带着写有宫内嫔妃名字的绿头牌, 撑给乾隆, 而那些生病怀孕等的妃子, 全从牌中剔除, 乾隆飘了眼随手一指, 太监们便恭敬低头领命而去, 接下来的时间, 太监们会给皇帝送来糕点和温酒, 以防劳累一天的乾隆, 等会儿没有力气, 而被翻到牌子的妃子, 则在下人的服饰下开始打扮, 随后被太监用一袭丝背包裹, 匆匆扛着送到乾隆面前, 乾隆这边呢, 在吃过糕点之后也会梳洗一番, 随后躺到床上等待妃子的到来, 嫔妃被送来后, 会先匍匐在乾隆脚边请安, 之后爬进乾隆的被子里, 这里啊, 有必要提一点的是, 清朝事情有规定, 妃子事情不能超过一个时辰, 为的是让皇帝养精蓄锐, 如果皇帝超时, 门外的太监们会连声催促, 让皇帝与妃子失去兴趣才作罢, 而后妃子会被太监再次裹上丝背, 抬到附近的暖阁之中, 当然了, 如果皇帝执意要求, 妃子晚上也是可以在龙塔过夜的, 主要还是看皇帝是否喜爱妃子而定, 回顾乾隆的一生, 他在位长达六十年, 每天呢, 基本上都是按照上文而定, 看到这里肯定有看官老爷感慨, 乾隆的生活居然是按照古智进行, 也太没有新意了吧, 其实这也可以看出, 乾隆的每一天都在彰显皇权的威力, 能震慑住那些怀有一心的人, 也进一步稳固爱心觉罗家族的地位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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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